住在這間屋是一個獨居長者 他年紀以來慢慢被木室咬到睡不著 精神壓力非常之大 知道這個個案之後 我們即時去到他的家 跟他做了一個詳細的檢查 我想大家都看到 其實現在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木室繁殖的地方 就是牆身裏面 大家都見到有很多的蟲卵和屎 其實木室的繁殖卵是很快的 其實每一個週期可以繁殖到200至400隻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在木室開始發現的時間 就早點去處理 就減低它繁殖的速度 就比較理想 大家看到這些藏板 基本上已經有很多木室的蛋 和那些血跡 即是從前是被 這個屋主被吸過血之後 即是可能摘死了一些木室 有些血跡在那裡 這是一個情況 告訴大家 其實木室在這間屋是很嚴重的 不過它的好處是因為它本身 雜物不是太多 其實要處理它 就可以很徹底去做 在這間屋的情況 這個個案 我們將它分為三個階段 做了這個木室的治療 第一個階段 我們採用了一隻 由美國NISIS廠提供的全天然的彭酸鹽 希望在完全不影響它居住的環境之下 將這個木室的繁殖能力控制住 第二個階段 我們再用了一種非常低毒性的合成 隨從谷枝 將木室徹底清除 第三個階段 我們在位屋主 用了同樣由美國NISIS廠研發 專門針對這個藏室的全天然產品 叫SIMAX 做了一次預防 將有可能留下的重論倒絕 從會中將兩個受歡迎 簽est Roux 大家好,我是Robbie Sir 剛剛帶大家看過我們處理的 其中一個個案 相信市民都會覺得 惹上了木室或者藏室 是非常困擾的事情 我建議市民 如果懷疑會裡面有木室 應該盡早安排去檢查 最好當然會找一些專業滅蟲人員 去手檢查 一般的檢查也是免費的 我不建議市民 賣現成化學品的滅塞蛋 或者噴霧去做任何處理 因為這些滅塞蛋和噴霧基本上不是針對木塞和藏塞 市民很容易重複使用 對人體有可能造成傷害 同時對木塞造成抗弱性 要徹底根治的時候就特別困難